看下这个小鸽子被什么咬了 皮开肉绽图 你看背上 感觉是被其他的鸽子给捉的 这里面的好好的 这个脑袋又不像是被其他鸽子给捉的 脑袋像被咬的 应该是被可能是松鼠 跑到我这个房子里面来了 刚看了一下监控 就是被另外一只公鸽子咬的 妈的那个 嘴巴也咬了 头 妈的那个公鸽子有毛病去 上次 腿咬了 我特意放了个摄像头在那里 看是被什么咬的 然后刚刚看这样就看到了 那只吗 那只 这个 眼睛也被咬了 脑袋被咬了 长得很 这个 他要抢这个 抢这个母鸽子还是咋底 哎呦 哎呦 要不要勉强 你要不如直接往上倒 往上倒你倒到他鼻子里面去来 我鼻子进颠覆不就挂了 哦 这多好 哎呦真差 真差 这老想给了个 哎 我要把把这个缝起来就好了 没有针呢 没有线 没有手术针好了 没有针 今天啥时候今天 上午还是好好的 晚上去看就 看这背还好 我感觉眼睛好吓人 这个眼皮那个眼大 重了 你妈烦 这是一个啥鸽子 还挺对称 就白花的 也是有我以前送给他一个这个基因的 这你看这个皮 哎呦 这缝一下就好了 要点有线吗 明天去买 他这个皮掉了一块 一咬的 残缘吧 嗯 他为了强配偶把 要把他的宅子给杀掉 看这老老的这个皮掉了 给他喂点吃了 你吃了 动物世界有多残忍 家里的鸽子都这样 为了强配偶把 其他的鸽子的幼带给杀掉 其他的鸽子的幼带给杀掉 嗯 好 为了这一幕来反 半球和鸽子都这样喂 也可以喂五骨 这么大喂五骨也差不多吧 哎 好想把这个缝一下没没针线 我这两只公鸽子 另外一个公鸽子 就 不知道不知道啥 你可以可能看他们这个鸽子妈 然后就杀他们的孩子 上一次咬了我 我也不知道是啥 那我放个镇子那个 然后今天去看我操咬的这个场 你说家里的鸽子都这么内卷 我也强配偶 野外的你说 野外的就是这种鸟吃哪种鸟 这种鸟吃哪种鸟的崽子 同类吃同类的崽子都很正常 所以你们前一天去看有鸟 第二天去看没了 就是被被什么东西吃掉了 还有一个崽子身上也有伤 也有伤那个大一点 明天把它拿出来 不行不能放那里 那个个子一直咬它 我懒得关我鸟子都是闪着 闪着我不用管 关着我还要喂 闪着它自己去觅食 我刚刚看监控好像这个鸟子也被咬上了 把脑袋 直接拿走了 没注意这个鸟子 只注意到那个 你看脑袋 我操 皮直接掉了 看一看是哪个鸟子咬的 你看这个 你嘴巴上面还有血 你他妈的 然后这个鸟子 爸爸是这个 这是我跟飞的鸟子 这个鸟子体型特别大 像肉鸟一样 有邻村朋友之前给我的 你他妈的 我操 咬我 别看鸟子 鸟子嘴巴很厉害的 咬的特别痛 动物世界就是这样 不是你杀我 就是我杀你 他嘴巴真厉害 你看头皮被捉开了 这两个鸟子 这个鸟子还没飞走 翅膀已经正常了 翅膀已经恢复了 马上要走了 可以飞 行吧 你看这头皮 头皮都掉了 这两个鸟子 这两个鸟子要死 你先从那里出现这个方案 青鸟不会 不可能随时随刻 就都盯着他的宅子 他们就要去密室 当他脱温的时候 青鸟就会都出去密室 然后他们的天敌 他们的竞争对手 就趁雪尔玉 就会咬他们 杀掉他们的宅子 你看这脑袋 哎呦 真惨 看一下这个路上 就是这只鸟子 两只小鸟子 脑袋全部被他捉开了 皮 皮都掉了 然后小的他一直被不被 动就这样